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企业在特朗普威胁下可能增加的并购活动。 随着美国的关税政策日益严峻, 中国企业面临着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迫切需求, 这使得并购成为他们全球化的有效策略。 尽管目前全球并购环境仍然脆弱, 但专家预测,随着市场的变化, 中国企业在特定行业的并购活动可能会有所回暖。 我们也会分析最近的一些并购案例, 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如何使得大型交易变得复杂。 尽管面临着不确定性, 中国企业仍然在等待明确的政策指引, 以便重新启动他们的对外并购计划。 同时,特朗普的重返白宫 也让中国的内部并购前景变得更加暗淡。 投资者寻求在两国之间的政策差异中找到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文章。 这篇文章分析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可能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并购活动。 这篇文章揭示了, 在特朗普胜选后, 面对可能高达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威胁, 中国企业可能会在全球并购活动中更加活跃, 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无疑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与此相适应, 中国的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减少对美依赖的策略。 正如德勤、亚太及中国并购服务负责人斯坦利·拉赫所指出的, 关税的增加可能迫使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进程。 为了应对这些关税, 中国企业需要迅速找到替代方案, 这或许会加速他们在全球市场上的并购活动, 与直接设立销售办公室或建立制造设施的绿地投资相比, 并购无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种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文章提供了关于中国对外并购活动的数据。 今年以来, 中国的对外并购交易总额下降了16.5%, 降至170亿美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然而, 尽管当前的全球并购环境 受到高利率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 某些行业的并购活动却有所回暖, 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中, 包括制造业、科技、新能、原和消费品等领域的估值都在下降, 显示出这些行业的并购潜力。 文章提到了一些最近的并购案例, 例如, 腾讯控股的一家子公司 以12亿美元收购了塞浦路斯的游戏制造商Easybrain, 而中国的家电巨头美德集团 则收购了瑞士的加热设备制造商Arbonia的气候部门。 这些交易与之前的大型跨境交易相比规模较小, 但它们确实显示出某些领域的活动正在回暖。 然而, 全球大型跨境交易的数量已经减少, 部分原因是, 获得监管批准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因素对交易的影响不可忽视,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重大交易的数量显著下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随着特朗普可能重新进入白宫, 中国的内部并购活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投资者对在中国的投资感到不安, 尤其是在特朗普可能强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先进技术方面的限制之后。 这些变化促使投资者更加关注拜登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政策差异, 以识别潜在的投资机会。 尽管如此, 来自北京高层的政策保证增强了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德勤的拉赫指出, 投资者希望确认中国国家支持的经济发展努力是优先且可持续的。 这种信心的增强无疑对市场参与者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尽管某些交易依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从多个角度来看, 文章揭示了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对并购活动的深远影响。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无疑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压力, 但也促使它们加速全球化步伐。 与此同时, 全球并购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交易的难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必须在政策导向和全球市场动态之间找到平衡, 以便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增长的契机。 与此同时, 随着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中国企业需要更加灵活地调整其全球化战略。 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规避风险和把握机会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 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更多限制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需要更加谨慎地评估其投资和并购策略, 以确保其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的全球并购活动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 更是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 中国企业如何灵活应对, 将成为其能否继续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 通过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 以及积极探索新的市场机会, 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还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综上所述, 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 观察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对中国并购活动的影响。 它揭示了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 中国企业如何战略性地调整其全球化步伐, 以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 这种战略性的调整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未来发展, 也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六度解析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并购并购和并与收购是企业扩展和重组的战略选择之一, 指的是一家公司透过购并其他公司以实现业务增长, 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新技术或资源等目的。 合并是指两个或多个公司通过法律程序和并成一个新公司, 收购则是指一家公司购买另一家公司的控股权或部分资产。 并购可以带来多方面的效益,例如协同效应, 这包括成本效益,如减少重负的成本结构、收入效益, 如增加销售渠道或交叉销售机会与财务效益,如税收减免。 然而,并购也可能面临挑战,如文化整合问题、员工流失以及高昂的并购成本。 并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 这一时期被称为合并浪潮, 当时的并购活动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此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并购活动逐渐扩展到金融、科技、通信等多个领域。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推进, 跨国并购活动迅速增加,成为国际业务扩展的重要途径。 根据数据显示,自21世纪初以来, 全球并购交易数量和交易额不断上升。 2015年,全球并购活动达到了顶峰, 总交易额超过4.28万亿美元。 此后,尽管受到经济不稳定因素及政策变化的影响, 并购市场依然活跃。 并购活动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技术的快速变革, 企业间竞争加剧, 以及企业寻求迅速进入新市场或获取新技术的需求。 并购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和财务结构, 因此需要专业的咨询和评估。 其中,关键的考量因素包括目标公司的估值、 交易的财务结构、 法律和规性及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此外,并购是否能实现预期的协同效应, 取决于企业的整合策略和执行能力, 包括企业文化融合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成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文章以引人深思的方式探讨了中国企业在面对特朗普关税威胁时, 可能如何加强他们的对外并购活动。 然而,文章似乎过于简单地将并购活动的增长归因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忽略了多元复杂的背景因素。 比如,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高利率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同样是影响并购活动的主要驱动力。 尽管对中国企业加强全球化进程的预测是值得关注的, 但将其完全归结于单一政治原因,未免失之偏颇。 此外,文章提到的具体并购案例, 如腾讯和美的集团的交易, 虽然显示出某些行业的回暖, 但这是否代表整体趋势仍值得怀疑。 文章中提到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对外并购活动的下降, 与去年相比减少了16.5%, 这一数据或许更能反映出目前的市场疲软状态, 而非简单地解释为短期政治影响。 这强调出在分析这些事件时, 需谨慎并考虑更广泛的经济指标及政策变化。 最后,文章提及美国和中国政府未来政策的 不确定性对并购活动的影响, 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尽管有分析师表示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期望 可能会在2025年有所回升, 但这一推测基于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不清晰。 此外,特朗普可能加强对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限制, 这不仅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策略, 也对整个科技产业链有重大影响。 因此,文章因更多关注政策变化的多层次影响, 而非仅仅专注于并购数据的表面波动。 思想先驱暴,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